接下来带您看到香港的事件 到底中国该怎么解呢 川普能够真的给出任何建议吗 其实这个月初 川普就被问到相同的问题了 那川普当时是说呢 其实他没有办法给中国方面任何的建议 那么现在又被问到这个问题 隔了半个月哦 川普突然又说 其实如果习近平愿意跟这些抗议的领袖 坐下来聊聊天的话 其实15分钟之内这个问题 是可以马上解决的了 但是呢 这个川普说完这番话之后 马上就被打脸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就用这个川普之前的话 反而来酸他说 这个是我们香港 自己跟中国之境的问题 不需要你给出任何的一个建议 那么另外我们带您看到的是 这个香港首富李嘉诚 他刊登了广告了 这是一篇什么样的广告呢 好 在这个香港主要的媒体上面 看到了这两行字 黄台之瓜何堪在摘哦 好 为什么李嘉诚他会署名 刊出这样的广告呢 其实这个黄台之瓜是出自于 唐朝武则天的二子李贤的黄台瓜词 那时候武则天的二儿子 为什么会写出黄台瓜词呢 主要是因为他感叹 跟母亲的亲情之间 因为政治的权力斗争而变掉损伤了 所以这个黄台瓜词也是当时呢 这个二儿子在劝告母亲武则天 不要再对子女感尽杀绝了 最后李贤还是被迫自杀 所以有网友就解读了 李嘉诚刊登了这样子的广告 可能是意味着说要劝告当权者 不要再逼迫自己的家人了 这是大家对李嘉诚刊登这篇广告的解读哦 但是呢 李嘉诚最后还是没有详细解释 到底摘瓜者是何人呢 他反而是另外有人解读说 针对反送中运动的人 可能是希望大家见好就收 而也是向特首呼吁 不要再挑动这个香港人的情绪了 但是至今这一篇这个文章 还是留给大家无限的一个想象空间 那么外界很担心 香港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天安门吗 继续来看朝鲜半岛的情势 似乎又出现一些变数了 来看看这个南韩总统文在寅的统一大梦 如今是踢到铁板了 文在寅他在昨天的时候 出席了南韩光复 这个74周年的演说 他首次喊出了什么话呢 他喊出了希望在2045年的时候 实现的是两韩统一的这个希望 但是呢 他希望是可以迈向超越日本的这条道路 但是没想到不到24小时 就被北韩的官员回呛打脸了 北韩官员说 这永远不会跟南韩坐下来 面对面来谈相关的问题的 而且还说了文在寅同一的想法 根本就是荒唐可笑的一个言论 那么北韩很明显是拒绝 继续跟南韩对话 狠狠打脸了文在寅 那么在此同时 在北韩发表了声明之后 也随后向东海发射 两枚不明的飞行物